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白看影谈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韩国犯罪电影《骗子》 故事的开头 由韩国最大事案人数达三万人的大型传销诈骗案展开 将自己多年继续投入其中的老百姓 看到诈骗头目张斗期挟款潜逃的新闻 纷纷来到了传销点寻人 有人拉了亲帮好友入骨 无法面对后果当场跳楼 媒体争相报道多人自杀 家破人亡的新闻 而诈骗头目张斗期则偷渡到中国 不看明月的韩国警方不久后宣布张斗期在海外身亡 画面一转 来到玄冰扮演的男主志诚这里 志诚是一个只对骗子行骗的骗走王 他的父亲是一位造假制假的高手 在江湖里也颇有名气 父亲接了诈骗头目张斗期的摊子 为他制作假护照 做案这单打算金盆洗手 不料在消单的时候被人杀人灭口 但警方发布的调查结果却是自杀 男主志诚痛不欲生 心生恨意想要为父亲报仇 开始安中调查张斗期的案件 过了几年这起诈骗传销案 因为张斗期并未身亡的爆料而热度再起 当年负责张斗期案件的朴检察官 不得不一再的为当初接受张斗期行贿 掩护张斗期出逃的高官收拾烂摊子 朴检察到张斗期未死的风声 来源于张斗期原来的会计 会计出狱后伪装成房地产中介 到处设局行骗 结果被男主扮演的老人骗得干净 朴检带着自己的暗线 冬子 春子和黑客男 抓走拿了会计私密账本的志诚 从志诚那里 朴检得知张斗期并未身亡的消息 朴检受购了要为贪污的高官 再三再四的擦屁股 决定带着自己的暗线三人和志诚 一同抓捕还活着的张斗期 暗线冬子在拘留所里和会计套近乎 让他相信张斗期在韩国 有一流巨额财产 便向他引荐了志诚 申请志诚是开赌场洗钱的会计 为了能有钱入伙 向张斗期通融借钱 一直在监控着的朴检听到 会计与张斗期的通话 相信了张斗期并未身亡 张斗期安排了自己的副手老郭 与会计接触 志诚因此与老郭搭上了线 志诚设局使老郭相信 他可以洗钱 同时春子用美人机 在老郭的酒店房间 安装了摄像头 志诚为了引张斗期现身 放了有人目击到张斗期的新闻 上大楼的老郭向张斗期报告了 并与他在首尔塔相见 可惜张斗期坐上了缆车 于赶来的朴检察官擦肩而过 朴检察官亲眼看到了张斗期 决定加快追捕的进程 志诚和记者打听到 张斗期行贿关于名单 被朴检下属查到 朴检想要灭口 但老郭此时打来电话约检志诚 希望用定期券兑换成现金 朴检起了贪心 同意志诚与老郭见面 老郭先给了志诚300亿 定期券兑换现金 并承诺还有2700亿要兑换 为了骗到余下的2700亿 朴检动用权力 查封了老郭的公司 引诱张斗期现身 在约定的码头 朴检崩溃的发现 原来张斗期是志诚假扮 自己的暗线冬子春子和黑客男 全部背叛 或同诈骗者的受害者老郭 共同设计了骗局 引诱朴检和受贿的官员入局 甚至同步直播了 自己和官员狗咬狗舌的场面 志诚一步步报复了 杀害自己父亲的朴检和官员 等待着他们继续设局的 是逍遥法外的罪魁祸首张斗期 这部电影多次反转 一局套着另一局 难助志诚抓住了朴检的贪婪之心 步步为营 朴检受到了诱惑 在即使发现了漏洞的情况下 依然鬼迷心窍 欲望蒙蔽了他的双眼 使他步入罪恶的深渊 面对权力与今天的诱惑 保住底线才能避免走入苦海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